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 2.4活动,垃圾桶拍电影 2.4可得星穹汇总 2.4是不更新 V2首报,焦丘喜提加强 混池即将开启,云离命座的争议 难道说第二个黄泉要来了? 大家都知道 崩铁的项目组成员,精神状态 一直是个谜 近期有舅舅爆料了2.4版本相关的活动消息 目前看来 2.4版本预计会有不少的活动 首先就是3月7的半生活动 出花喜见鹿 这个活动应该是3月7的专属剧情 毕竟2.4版本将会推出小三月的全新命图 在这里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小三月的全新剧情的 毕竟三月的技能来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官方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吧 随后就是崩铁保留节目 一个以各种颜色、身材、形状的垃圾桶为主角的活动 开拓 有益魔法和日炮意志流影计划 有益说益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的活动总体上来说都非常慷慨 更具舅舅的爆料 三个活动给的新穷都非常多 各位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关注一下后续的消息 毕竟这些都是前瞻消息 后续还是会有改动的可能的 最后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也就是2.4版本能获得多少新穷 毕竟下的版本的两位角色都非常不错 首先日常活动获取大概在2600这样能够获取的专票 一共20张 再加上其他一些可获取量在1.3万到1.8万这样 林克玩家大概可以活动85抽这样 小月卡玩家可以获得109抽这样 大月卡加小月卡玩家可以获得117抽左右 我在这里将汇总图贴在这里 以便大家参考 今天测试符也是如期更新了 那么这次测试符的改动到底有什么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焦丘 自相 结界存在时 敌方目标进入战斗时 会被施加近微 乘数与当前场上近微 乘数最高者相同 最低为1层 改为自相结界存在时 敌方目标进入战斗时 会被施加近微 乘数与结界展开期间 近微 乘数最高者相同 最低为1层 这次更新的话 改动较小 毕竟每次的VR都是这样略微的文本改动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V3 云里在本次更新中没有改动 同时有舅舅爆料说在 HSR未来的某个版本 会像原神一样开放混池 具体规则未知 开启混池 相信对于崩铁来讲 个人觉得是合理的 毕竟崩铁的节奏和隔壁二次游戏不一样 崩铁的整体的节奏是非常快的 有些角色在首次登场卡池之后 后面就有可能很难迎来自己的第二次复刻了 即使复刻也不一定能用得上 再加上有些玩家喜欢以往的角色 但是没有办法抽到自己喜欢的角色 开启混池也是清理之中 最后就是云里的暗命效果 出盲破身 云里在回合结束后 使自身暴击率提高18% 持续到下一回合开始前 有不少网友表示 云里的暗命和黄泉的暗命一样抽象 作为2.0版本的C位 这样抽象的命座 就让不少网友表示 难道云里将会和黄泉一样 在这里只能期待一下 云里的后续表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